人生如戏,我们上演着悲欢离合,试过欢声笑语,也试过痛哭流涕,人生如戏,我们经历过顺境逆境,尝过成功的甜,也尝过失败的苦。当中的滋味,只有身处其中的自己才能彻底体会。别人可能会以为我们表演得太夸张,其实那都是我们最真实的反应。 娱乐圈中关系错综复杂,各种新鲜事层出不穷,欢迎关注。自从邓伦被爆逃税以来,他的演艺生涯也受到了伤害。他不仅终止了所有的商务谈判,而且还开除了他的电影和电视作品。随后,与他合作的原店也纷纷发出终止函。 我以为事情已经在这里结束了,但一块石头引起了成千上万的波浪。最近,有关邓伦要求合同为约金的品牌定位的相关信息。 作为当红艺人的邓伦突发事件,曝光后哪会这么快结束呢?就光后续赔偿及舆论都够一人折腾的了。 据悉,29日相关品牌方起诉邓伦,要求归还1280万代言费,赔偿为约金480万,及经济损失53万,随便一家旧的赔偿近2000万,真是一不错不不错,为了一点小利而失大足。 有相关人士透露,以上起诉企业是百澳药业,邓伦曾代言旗下的汤陈被建品牌,但一直都还未官宣,就光一个支线代言人的赔偿都达一千多万了,可想而知邓伦将面临什么样的结局。 很多网友都在问被告是谁? 其实很多艺人的公司都不是本人做法人,邓伦公司的法人是他经纪人公寓韩,一般情况品牌方起诉艺人的官司都很难打,但此次邓伦偷逃税已成事实,所以很难推脱相关责任了,只有任人割韭菜了。 经过此次事件,让网友们意外发现,邓伦的广告费居然高得离谱,随便一条都上千万,小编统计了一下邓化事件前,一共代言了15个品牌,这样算下来每年就光广告费都是过亿的收入,人心不满足,最终败在一个摊上。 邓伦虽然是当红顶流明星,但看到这么高的出场费时,网友们没有一点同情之心了,所有品牌方为何会把他经纪公司一起起诉呢? 主要是这么高的代言费,应该不是进入邓伦一个人的腰包,肯定是后面有团队在操作。 邓伦能走到这一步跟经纪人,龚玉涵是脱不了关系的,邓伦粉丝对龚玉涵的口碑不太好,都认为是龚玉涵没有保护好邓伦,在名利面前没有带他走之路,而是任由他抄近路,人生何来捷径,只有踏踏实实一步一个脚印才能到达最终目的地。 据邓伦表哥透露,目前邓伦仍在北京,有家人一直陪伴,出了这么大一桩事,肯定是需要时间来慢慢消化,这时候只有家人的怀抱才是避风港,但人都得为自己的过错买单,勇于接受错误,随时停止都不晚,余生很长,还有重头来过的机会。 邓伦接下来都得应付各品牌的官司,希望他能坦然面对,吸取教训,再不要做违法乱纪的事,欢迎在下方留言区留言评论或更多娱乐资讯,敬请关注我哟。